今天飞哥主要介绍缅甸传奇的一个人物 亚达纳纳梅 另一个名字June Rose 他有两个身份在他身上最主要 第一个是末代公主之一 第二个是第一夫人 1976年到1977年 奈文第四任夫人 半年时间 他的曾爷爷就是缅甸大名敌人的哥闹敏达 口碑在缅甸特别好 他的曾孙女 他的爷爷是林宾敏达 他的母亲也是同样有传奇色彩的 提克提马拉特 因为他是混血儿 他的父亲就是澳大利亚的人 中文名的叫豪伯特贝拉米 他的父亲是一个兰华收藏家 又是赛马会的羊马和赛马比赛的一个经理 也是一个非常有冒险精神的人 他的母亲呢 从小在印度出生 所以会印度语和英语 所以说明语言的重要性 对他今后一生也是有深远的影响 亚达纳达纳美1932年6月1号出生 去年2020年的12月1日去世 享年88岁 亚达纳达纳美出生在咪咪欧 因为他爸爸在那有个赛马场 亚达纳达纳美这个名字就是 九宝女神 是不是我们中文里面的亚达纳呢 这个名字可能注定他一生不是特别平凡 亚达纳他的免语英语印第语都特别好 后来又学了意大利 1941年 九岁的时候 1941年 日本攻占缅甸 所以他跟随家人去搬到印度 在他九岁的时候 在印度待了五年 在修道院学校学习 1946年返回缅甸 17岁的时候 他投稿纽约先驱报论坛 世界青年论坛的一篇文章 我们想要的世界 在全球选择三十名青年 他作为其中之一 在美国纽约技术家庭度过了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 所以牛逼的人啊 就是在这种机会出来的时候 都会抓住这种一散而过的机会 他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小插曲 就是1952年 在英国领事馆 在MAMEO举行的派对当中 就有一些后来的名人啊 在他们的直传里有记述 因为他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人 从小他对汽车和枪支啊 都特别有兴趣 就亲眼看到 他们的开辆英国车坏了 然后 他就自己动手去修车 非常有点像女汉子这种 也是对他生活当中的一个插曲 另一个人描述1955年见过他 说他是有缅甸人的优雅 美丽相结合 充满了活力 可能因为他澳大利亚血统的原因 对他的评价 1954年 他遇到了意大利的老公 是世界卫生组织 意大利的一个医生 普斯蒂·格里奥 他们婚后有两个孩子 1963年 又离了婚 是两个男孩 有一个小插曲 他老公是不是名气太大了 和他在一起 后来就被绑架了 被缅甸的某个政党 最后抓了20多天 要了6万美金赎金 还放了他 婚后 耶德纳随着他的老公 工作的地点的变化 从欧洲到中东 到亚洲 不同的国家 他到一个国家都待几年 然后最喜欢就是逛市场 和品尝当地和学习当地的美食 1962年 他在菲律宾还做了一个节目 特别有名 每周介绍缝纫 育儿和插花 当时做的节目就是特别好 一年后 他老公要调走了 所以他们离开了菲律宾 1963年 他们离婚前后 他们已经搬到了佛罗伦萨 他老公的家乡 耶德纳特别喜欢佛罗伦萨 然后把孩子都寄出在 当地的寄出学校 全男士的 因为他的小孩 不会意大利语当年 1965年 他的母亲病重期间 他就发电报给凯蒂 就是奈温的妻子 也算闺蜜了吧 跟他 这就为对他后来的人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现在就是 闺蜜要慎重 后来奈温在访问英国的时候 专门去约了亚德纳 所以他们就有接触了 当时奈温开始是 邀请他回缅甸发展 之后向他采取了公示 追求的公示 所以1976年12月25日 结婚了 在缅甸 阳光结的婚吧 这个事件当时也是国际的大新闻 五个月后就离婚了 据说是 奈温用烟灰缸打他 扔扔他 他就很生气 就离开奈温 这个事经过他证实了 奈温说他是英国派过来的间谍 后来耶德纳也说 他这个叫骄傲的罪过 他的意义当中 但这个事件对他也有深远的影响 让他的名气更大一些 所以半年后他就坐飞机 是奈温的女儿 三达送他到了机场 当时他们离婚的消息 对外还没有说 缅甸的唯一的一个国际航班吧 他好像是坐这个航班 离开了缅甸 回到了意大利 离开奈温之后 回到意大利 他也短时间的要寻找人生的意义 这时候他的好朋友们 就觉得他对美食又特别了解 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把他的爱好结合起来 终于在这个时候 他找到了人生最后的爱好 也就是美食 他为了做美食 他为了在美食行业发展 他专门跑到伦敦 去跟一个华人叫肯尼迪罗 这个人 华人当时是亚洲美食的代名词 在伦敦非常有名 学会之后 他在1979年回到意大利 佛罗伦萨 把一个旧仓库改造成了一个工作室 并开办了一个烹饪学校 楼上是住家 名字叫艺术与美食协会 第一所学校主要是做意大利餐 中国餐 印度餐和泰国餐 烹饪学科的主题课程是 盐 咖喱 米饭 很多人很喜欢他的课程 因为他的课程是把美食和文化 结合在一起 他发现了美食的真谛 2017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香料之魂 食谱的香料文化史 一本书 记录片当中也有说他的用餐理念是 享受你所吃的 不要急吃而下你的吃下你的食物 不要把盘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混合在一起 保持谈话轻松 这张桌子不是为政治而设立的 他的儿子对他的评价 他总是抓住生活当中给他的最好的机会 讲到很少人活在当下 对他们来说 时间是短暂的 应该是享受生活的快乐 生活带给我们的美好 你想象生活是什么样 生活就会什么样 对你 后来他也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 并通过缅甸的医生 开展了慈善工作 帮助年轻的缅甸学生进入医学院 我们从伊德纳身上可以学到的第一点就是 当他跟奈文选择离婚五个月后 就是不畏强权 活出女性的独立 那我们能感觉到做这个历史人物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同比缅甸另一位昂山素姬 缅甸的国母素妈妈 她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情况 那要承受身心巨大的压力 不是常人能 是常人能承受的 第二个伊德纳保留了很多缅甸的传统 虽然她在意大利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时候 也保留了她皇族的骄傲 一个高雅 优雅的女士 活在世人当中 第三个这就是紫色平原的片段 当时选了她做女主角 但是因为她觉得对缅甸这个宣传有点不利不好 所以就放弃了 所以是有一个至尊的缅甸人的至尊 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飞隔后面会介绍更多的缅甸历史人物 包括我们华人 最后就以一组老照片分享给大家 结束今天的节目 飞隔缅甸说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